今年国中教育会考,英语听力测验,首度列入几分,但是却发生重大疏失。 许多县市考场发生监视人员在音听题目播完,但是考试时间还没结束,就提早收卷。 有考生还来不及把答案写到答案卡,就被拿走,难过到大哭。 估计有将近3500名的考生受到影响。 一连两天的国中会考,写完最后一节的英语听力测验,不少考生都觉得提醒不难,能够轻松作答。 比较简单,比一般模拟考的时候还简单。 选项比较矩,比较短,然后比较,然后念速度比较慢。 许多考生顺利完成作答,但有部分考生却出现大状况,因为在全国多个县市有83个考场,发生监视人员在音听题目一播完, 但考试时间还没结束,就提早两到三分钟,把考卷收走,在台中加商就有学生,因此来不及把写在题目卷上的答案,填到答案卡上,难过大哭。 音听的最后会播放说,音听播放完毕,那有的老师就进行收卷,那距离打中的时间大概还有四分钟左右,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到考生的权益。 今年音听测验首度列为继分,却爆发重大疏失,出估有3486名考生受到影响,占总考生的人数1.2%。 全国事务会则初步延迷,会采取人工月券的方式来补救,只要正确答案写在题本上,就可以算分。 而今年的音语考试,音听的题目较为简单,阅读试题则是偏难。 在结束会考后,预计6月5号开放查询成绩,而今年只有一次的奔发机会,基北区将统一在7月3号放榜,其他学校则会在6月30号放榜。 记者综合报道